這個整個過程的滿足感是 如果沒有youtube這個平台 我覺得我是不會得到的 大家好 我是Melody 今天就跟大家拍一些老土的東西 就是五萬訂閱感染 不知道不覺得我的頻道已經達到五萬訂閱了 所以很感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我知道比起很多成功的youtubers 我這個頻道的成長是非常慢的 很多成功的youtubers 他們由零至五萬 可能一年都不用的時間 可能半年就已經達到 這件事都很合理的 因為頭一至兩年 就是一個頻道的黃金成長期 要不就在這一至兩年 迅速累積到觀眾群 然後爆紅 繼續走下去 要不就如果這一至兩年打不起 就會慢慢淡出youtube 我這個頻道差不多用了五年的時間 才達到五萬訂閱 我想有兩大原因 第一大原因就是我自己的問題 我在這五年間其實都是斷斷續續的出片 甚至中間有兩年時間 是完全荒廢了這個channel 很多觀眾都以為我不會再拍片 甚至當時我自己也以為是這樣 但是後來因為一個契機 又會重新開始拍片 第二個原因我覺得就是 這個channel本身的性質 在香港我覺得做一個教育型的youtube 比起其他地區 比如外國或者台灣是難的 因為本身那個觀眾的基數已經是少了 我說了本土話 再加上大家可能平時上班 上學壓力已經很大了 放工放學都會想看一些娛樂性比較高的東西 所以做教育而youtube就不是那麼容易的 老實說 Pick up 這個channel是一件不簡單的事 甚至我會說它是難的 就是一開始去建立這個頻道 因為其實我一開始拍片是無心插樓的 我是有些片都說過 其實一開始為什麼會拍片呢 就是因為那時候考完GSE 拿了七方不正正 那些師弟妹就不斷來問我 甚至那些師弟妹的家長都會問我 有什麼讀書心得 我一開始逐個福祉覺得OK的 去到後來我就想 不如我拍段片 放上youtube大家看 然後再有什麼額外的問題才來問我 我覺得這個是最優勢的方法 誰知突然間好像一兩條片爆紅了 突然間就有很多人看了 那我就順利成長 就開始自己的youtube channel 所以一開始拍youtube 我是沒有太多考量的 但是在荒廢了一個channel 兩年多之後 去想一下我拍不拍片呢 就會有很多無謂的擔心 會想我是不是已經過了戲 我拍的東西 大家已經沒有興趣看 而且我也做好了心理準備 因為youtube是用algorithm 用演算法的 那我的channel是inactive了那麼久 其實那些影片是很難推送出去的 那有些人可能會說 在我重啟過channel的時候 都大概有三萬個訂閱者 可以靠他們提醒他們的channel 但是有兩大問題 第一大問題就是 youtube不斷做很多變化 其中一個就是加入了 就是加入了 notification bell 那就是說 就算觀眾在兩年多前 是訂閱了我 但是他們沒有開那個鈴鐺 那我出新片 其實他們都是看不到的 所以順便在這裡提醒大家 如果你一直以來都是喜歡看我的影片 而你又訂閱了的話 那很感謝你的訂閱 但是不要忘記打開個鈴鐺 要不然其實我出新片 你們是看不到的 而第二大問題就是觀眾群 我相信我一開始拍的那些影片 大部分的觀眾都是中五六的學生 就來考GSE這樣 那當我荒廢了這個channel 兩年的時候 我想他們已經考了GSE 那都不需要再看我的影片了 是不是 雖然有很多的詞意 但是後來我就想 其實大學這幾年間 我自己都有成長 我都多了歷練 那這些東西 都可以成為我分享素材的一部分 就是當然GSE 尤其是英文科 我一直都是擅長 還有很多心得 那我會繼續跟大家share GSE方面的東西 但是我不應該 即是局限得自己那麼窄 就是大家如果有看開我 講讀書心得 考試技巧那些片都會知道 就是當然Skills方面的東西 我會想跟大家分享 但是另一方面 我經常強調一件事就是心態 因為我覺得 很老實講 除了語文科目之外 你考完GSE 過多兩三年 講真的那些知識點 你可以記住多少 除非你大學都是修讀相關科目 所以我會覺得 即是你說讀書技巧 在中學時期 很重要 我會說很重要 因為雖然不是說入大學就是一切 但是你都會想拿到那張入場券 但是更珍貴的東西就是 譬如你讀書期間 你鍛鍊出來的意志力 你自樂 你知道怎樣去安排自己的時間 其實是幫到你更加多的人生階段 不只是大學 甚至出道來做事 我覺得也是很受容的 所以我那時候已經有心理準備 我新拍的影片的觀看次數 一定沒有以前的頻道 剛剛爆起的時候那麼多 這件事也是真的 但是只要我所分享的東西 仍然是令其他人有得著 尤其是在心態上有一個正面的轉變 哪怕我只是影響到一小串人 也好 那它仍然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而且我自己也很享受整個過程 那時候在交易期間比較有空 那我就 就是批評翻這個頻道 那相信大家都會發現到 我新拍的影片 其實是多元快了的 就是不是每條條片都 只是講DSE 就是有時候都會拍片講 但是 會出多了IOS的影片 會出多了 比較概括性 怎樣去學好英文的影片 甚至有時候是拍一下Vlog 或者坐在那裡和大家聊聊天 都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就是我拍一些不同類型的影片 都仍然有觀眾去看 還有我最開心就是聽到有些觀眾說 我的頻道好像盤著他們成長 就是當年去PrepDSE的時候 是看我的影片 然後從我的影片裡面 學到很多讀書的規劃和技巧 然後去到後來順利入了大學之後 又有繼續看著我的Vlog或者吹水片 那我覺得這個整個過程的滿足感是 如果沒有Youtube這個平台 我覺得我是不會得到的了 那大學這幾年間 除了認真讀書和做職業規劃之外 我最不後悔的一件事就是 就是開始做這個Youtube頻道 我一開始剛剛說了 其實是無心插漏的 但是我記得那時候 香港比起外國或者台灣 就是教育營Youtube 或者教育營的社交媒體 是落後了很多 那時候不要說Youtube Instagram上面根本沒有那麼多 所謂的studygram 或者分享的帳號 我自己從小到大 都是接受香港本地的教育 就是我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 全部都是讀老闆學 所以大家在讀書期間 所體會到的那些難處 我自己也體會過 有時候同學問我一些問題 或者去抒發他們的難處 如何困難 我就好像看到當年的自己 那當然你說一段 十分鐘、二十分鐘的Youtube影片 可不可以做到補習任何一樣的效果呢 老實說兩者的性質根本就不一樣 如果你想很針對性地操練這個考試技巧 或者你想系統化地去學好一個語言 比如學好英文 當然你看一段十分鐘的影片 和你出去補習是有分別的 有順便在這裡賣過廣告 其實我自己也有運用這個線上的補習平台 DSE和IELTS都有的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上去免費試讀 剛剛我都說過心態真的很重要 很多學生成績差 可能是真的欠缺考試技巧 或者整個讀書方法不夠系統化 但這些東西其實老實說 就是你短時間內去學對的一套方法 或者你去上雞精班去學一些考試技巧 那就已經改善到 反而心態上這件事 我覺得是真的很需要過少少的啟發 當然一段十分鐘、二十分鐘的影片 是不是可以顛覆一個人的價值觀 可以立即改善一個人的壞習慣 可以令到一個人的心態又很負面 立即變得很正面 當然是不行的 但起碼它有起始的作用 然後你再慢慢去建立 而我是很希望我的Youtube 是做到這件事 就是剛剛講過 就是心態這件事 就不只是 benefit 你中學讀書這幾年 只是幫你拿大學的入場券 而是幫到人生之後不同的階段 我覺得 以前我去看書 或者在網上看到一些正面的文章的時候 我自己的心態 都會有一個正面的轉變 我就很希望把這種轉變傳承下去 很多人問我 大學期間好像已經很忙 讀書 參加很多比賽 科學活動 做職業規劃 實習 甚至現在上班 工事本身已經很長 還有拍片 會不會很辛苦 或者犧牲了很多娛樂時間 老實說 有時候拍片拍到 比如大家看到 一段十五二十分鐘的影片 背後都不知筆劃了多久 然後NG了多少次 真的會想放棄 當然生命入面 也不只是拍片這件事 也是為什麼我中間有兩年的時間 是荒廢了這個頻道 就是那時候我主動了讀書 和做職業規劃 但後來我發現拍片這個平台 它所帶給我的東西 是很獨特的 是我在生活的其他方面 給不到我 如果不是拍片的話 我是完全想像不到 我可以和這麼多不同類型的人 就是學生的話 也有不同性格的學生 甚至有一些家長 或者是社會不同界別的人 都會是因為這個頻道 而認識我 然後就Reach out 大家可能會有再多一點的交流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可貴的 還有拍片這件事 真的令我感受到 我做的事是有意義的 就是我可能是可以影響到 一個人的心態 從而對他人生有一個正面的影響 這件事是不是講得太大呢 但是真的回到我那個項目 就是我覺得 就算不可以很完全地影響到別人 但是也至少提供了一個spark 我很記得我開始拍片 沒多久 就有一個Band 3的學生 就Message我 就說我本身讀書真的很差 完全很頹 在這麼差的中學 都全級牌 到數10名 其實一開始 我就不是太想心 在這裡跟大家說一聲 不好意思 因為我本身讀書 做事都有點忙 大家的Message 是未必個個都有時間去服 但是為什麼我這麼記得這個學生 就是因為他半年之後 他又再Message我 我認得他的名字 我就想 這麼久之前 找我的一個人 為什麼又不找我呢 原來他就跟我說 就是受到我的影片的激發 真的激起了他的motivation 即使他知道自己的氣點很低 他都有聽我的影片所分享的方法 怎樣調整自己的心態 怎樣去分配自己的時間 怎樣去製造自己的羽毛底子 一步一步去做 或者操卷的時候 有什麼技巧 可以更多一個marking scheme 你種得多了 你的滿足感就會變得更大 他就跟我說他半年之後 是由全級 是進步到一個中上游的位置 我知道聽起來 是很少很少的一件事 但是 大家明白嗎 我好像覺得自己做的事 是可以令一個本身 真的心態上很好退好的學生 他起點很低 但是他有個希望 他覺得 就算最後入大學的機會很渺茫 但是他仍然肯努力 他仍然肯去試 然後我也很開心 是 自己所做出來的事 得到其他人的認同 我相信大家都很明白 那種滿足感 是不是 雖然現在做事真的很忙 經常都OT到凌晨三四點 但是 Message我就未必 真的每個人都有時間看 尤其是有些同學 是真的很大片 請大家體諒 但Youtube方面 我就盡量 答應自己 就是看所有留言 然後回覆到的話 我也盡量回覆 希望讓大家知道 其實你們每一個留言 都是我繼續拍片的動力 來的 不知不覺 說這些善性的事 都說了很久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對於這個頻道有什麼看法 建議 或者任何想跟我說的事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說回來 對 也是那句 雖然我知道這段影片 純粹是我自己的抒情 但希望都給我一個like 我這個頻道剛剛說過 主要分享GSE IELTS的考試技巧 讀書心得 有時候分享一下 英文方面的小知識 或者純粹和大家 坐在這裡吹吹水 大家如果不想錯過我的 最新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開啟了 順帶一提 我之後也會拍這個 五萬訂閱的Q&A 之前在instagram 和youtube 都出過post 是收集一些問題的 對 大家如果想了解我 如果有多一點的話 就記住 密切關注我的頻道 好 下次有機會 再拍片和大家分享 拜拜 好 下次見